游戏怪谈之噩梦神 我是专家 梦至今为止都是一种无法解释的现象 在精灵宝可梦中 有一个口袋妖怪叫做达克莱伊 也称为噩梦神 而他在星月之夜出现 使人们入睡并遭受噩梦 根据推测 他的灵感可能来自于古阿拉伯神话中的镇尼 和希腊神话中的摩尔普斯 也就是梦神 而在都市传说中 关于这个噩梦神却是另外一个故事 据说这个口袋妖怪是由一个孩子设计 据孩子的母亲说到 他孩子在画完达克莱伊后的那天晚上 做了噩梦 隔天就往生了 悲痛欲绝的母亲把画稿 拿给了游戏公司的人员过目后 并说明了情况 从此噩梦神就成了正式的口袋妖怪 而第四世代游戏中 那个船长儿子的噩梦事件 正是在影射这件事情 当然 以上的只是一个都市传说而已 而游戏中的 达克莱伊发动噩梦 只是为了保护自己 本身并没有恶意 你还知道哪些口袋妖怪的都市传说吗